它是用這個動物的一個邊緣 界門鋼木科屬種分類的形式來運作 它是以這種概念來運作 所以它就提出找出一些相關的內容 可以吧 可以喔 就做出這樣的作品出來 那這裡就是生老病死 那你會看到喜怒哀樂 對不對 在人生的這個生老病死裡面就是喜怒哀樂 所以這裡面有看到喜之樂 對不對 怒之樂 哀之樂 對不對 那它利用這種這種 類似像迷宮的一個概念 你是不是在反映人生 對不對 可以吧 人生除了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之外 那人生是不是 有些人是很順遂的 一步就怎麼樣 到達你的目的地 但是有些人是怎麼樣 就是從軸度迷宮 它必須要在這個 在這個人生的這個舞台上面 不斷的在打算 所以它利用這種 所謂的迷宮的形式 來運作這樣的一個執行出來 可是這裡面也沒有圖案 對喔 就是字 字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這個是 好 再來 記得有一位是 有一位是 那時候來這邊的陸生 在這裡 沒有在這裡 好 這個不是陸生喔 這個就是 你是大三同學喔 那 他是 呃 這個字是甚麼字 應該說這個是兩個字的合體 看怎麼不容易被辨識出來 這兩個字的合體叫做大學 大學 然後前一陣子 不是 不是 那個 那個 那個誰 有一個教授嗎 叫甚麼意思 我忘記了 很懶 他不是有說嗎 現在大學生 上通識課程都在幹嘛 拿著筆電看韓劇 上課吃雞腿 啃雞腿 吃泡麵 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他說 現在大學 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情 可以喔 所以這位同學 這位同學就怎樣 就是 以這個為議題 可以吧 所以他就剪了 剪了 非常多 報章雜誌上面 跟 這個議題有關的一些 內容文案 把它拼貼在一起 變成是甚麼 變成是他的背景 可以喔 那從大學這兩個字的不完整 來 傳達怎麼 傳達好像 這個大學是不是已經 快滅亡了 大學教育是不是已經快變質了 已經在變質 直變了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以喔 我利用這樣的一個 概念來成就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 給大學生的一個關係 可以喔 再強調 大學生是一定要 好好的 警惕自己 好好的 警惕自己 可以喔 哇 有沒有在警惕自己啊 有沒有 好 好 今天早上一點幾倍 那個 呃 好